轿车撞树窜出大量浓烟 炙热烟吞噬整个车头 虽然警销人员及时赶到急拉水线洒水灌旧 十分钟之内就扑灭了火势 但副驾驶座上一名女乘客伤势严重 送上救护车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紧急送一抢救还是宣告不至 多名火烧车事故就发生在桃园扬眉 14号上午11点半 警方调查案发前一刻 开绿色轿车的27岁赖姓男子在这个路口大回转 却不小心与执行车发生碰撞 十旅车驾驶疑似为了闪避 失控冲撞路数 整辆车陷入火海 驾驶与乘客紧急逃生 但61岁的侯姓妇人却没逃过死神的手 本件交通事故造成银色自小客车 两名乘客受伤送运 为副驾驶座乘客因伤重送运及救后 乱先告不至 两部车的车头全壮烂 到底谁对谁错 后续还得交由警方分析教室责任 只是银色轿车里头 开车的30岁核心男子 遇到前方有状况 疑似为了保护家人 避免正面碰撞 没想到方向盘这么一转 只冲路数酿成火烧车 坐在身旁的母亲重伤身亡 母子俩在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当中 天人永隔 TV闻山桃园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